华联市立幼儿园在国庆廉价前夕 举办双十国庆主题教学活动 小朋友们头戴着国旗帽 穿上红白蓝配色的服装 挥舞着国旗庆祝中华民国的生日 而卫市长也到场勉励小朋友的爱国意识 期盼爱国教育从小做起 6号上午小朋友们挥着国旗唱着国歌 并且在身上装点许多国旗的元素 让花莲四幼弥漫着欢腾的气氛 四幼的老师们也透过演戏的方式 演绎双十节的由来以及故事 让孩子们听得热血沸腾 花莲四幼特别安排在校内举办阅兵大典 升旗典礼 小朋友有模有样的骑着儿童重鸡 分裂式入场 热烈的跟卫市长挥手招呼 升旗典礼则由小朋友亲自担任升旗手 国旗在国歌乐声中升旗 孩子们跟着行礼致意 庄严隆重气氛毫不雅于国庆大典 我们私有一直以来 都有把一些我们国定的假日 跟一些节日的由来 都解释给孩子们听 那尤其是在重大的节日 那特别会用我们一些小故事 会用寓教娱乐的一个方式 让孩子们能够了解 因为毕竟孩子们上了国小 其实很多的小学 就很少会带你这样的活动 或是解释这样的 我们的节日给我们孩子们听 所以我们希望 不管是在小班中班大班 我们都一起来了解一下 我们所有节日的由来 那其实主要还是我们双十国庆 是非常国家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 那也希望说让孩子们能够了解 从1911的10月10号 我们武昌起义的一个故事 那当然我们会讲的 在这边会可能会比较 用故事性的方式来跟孩子们说 那也请孩子们都要记得 节日的一个由来 慧嘉安市长一早就来到 仕托与小朋友一起提前过双十节 他说感谢李园长 举办这样的一个活动 培养孩子们爱国的意识 与国家的认同精神 中华民国是革命先烈 抛头颅洒热血 所争取而来的 更让中华民国成为 亚洲第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 让小朋友参与国家生日庆典 可以让孩子更了解国庆的意义 记者林杰花林市采访老